TRAFT ROOM 人留言想問一隻這麼瘋狂的1772 可能有些人都會覺得你很失望 他說比比要不要再眷戀它 應該你要問自己 你不再眷戀它的原因是因為你覺得它基本因素有變 還是因為股價先跌下來 坦白說不要計算之前高位 如果你在近期高位是150多元左右 跌到現在120元跌了30元 好像很多 其實都是多的 不過同期其實恆生指數都跌了超過10% 如果你這樣比較 它略為跑輸大事一點 又不是那麼令人失望 而基本因素上 我又沒有特別留意到一些對它很負面的消息 所以你問我 我不傾向純粹因為股價上落 就是改變我對一隻股份的觀感 反過來說 如果我再看多一次 前看後看左看右看 我都覺得它沒有問題 在130元我喜歡的股份 120元我會更喜歡 不會因為它130變120元我突然間不喜歡它 所以我是蠻萌失的 當然 但是你對它前景有沒有信心 也有的 應該這樣說 我都提提大家 有一件事我都想做一步研究 究竟在碳酸利的價格升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近封利業有多利好還是利淡呢 因為以前來講近封利業主要做中油的業務 現在就擴闊到上油加下油 但是都是中油佔比比較多的 究竟這件事 但是我沒有機會見管理層 所以我也都需要一些時間 我不會因為坐在這個位置 我什麼都知道的 你問什麼我都答到你 有些事是需要時間研究的 我可能之前研究了生物科技 最近研究了剛才所說的 碳酸利價格的變化 對電動車的影響 下一步可能就要想一想 那理價的上升對於上中下油股份的 具體影響是多少 甚至乎怎樣量化 譬如我之前講這個269 當大家擔心沒有了新冠病毒的疫苗的話 對它很大的衝擊 那我計算了一條數 就10億 大概佔它下年收入的14分之1 那就不用怕了 那計算了一條數 我就買得安心 或者不買得安心 所以有時候 很難 即是我不喜歡債取 這件事這麼封利業 我要再計算一計算 但是我傾向 暫時不是看它很淡的 那希望 在大概120元附近 抓到一個底部 上回130元 135元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 叫大家可以考慮買入的價格 希望快點回家鄉 但是我再跟進幫大家